一马公司弊案泄密人祖斯多昨晚大爆料 指他三年前在泰国落网之后被警方逼供 甚至被逼说出 那即是最棒的首相这句赞美的话 而逼供者当中包括了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拿督斯里阿玛辛 不过这项指控马上遭到阿玛辛的否认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斯也承诺会彻查事件 网络媒体马来邮报昨天报道 一马案件泄密者祖斯多声称 三年前在泰国因勒索案而遭警方逮捕后 曾遭多名我国警员逼供 想要让他供出承认自己是坏人 贪恋金钱等警方想要听到的自白 他指出当时警方一共问了他55道问题 甚至还逼迫他承认时政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是最棒的首相 至于参与逼供的警方有谁 他把矛头指向了全国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拿督斯里阿玛辛 阿玛辛随后授寻时承认当年确实曾经 带领警方调查团队前往泰国路供 但对是否有问过最棒的首相是 纳吉这种问题全盘否认 强调类似问题对案件调查毫无帮助 事关警方声誉可大可小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今早在交赖皇家警察学院出席活动后表示 警方将会彻查祖斯多的指控 另外祖斯多也声称他在落网后原本已经获得遣返家乡瑞士 但在我国警方抵达的三天后 他的遣返令被取消了 怀疑是我国政府从中作梗 故意把他监禁在泰国 在我国警方抵达的三天后